喂 搞錯呀 幸好有一條相機帶 拍手就是這樣 一順即勢 拍完就走開 喂 搞錯呀 幸好有一條相機帶 拍手就是這樣 一順即勢 拍完就走開 喂 啊 幸好有一條相機帶 幸好有一條相機帶 我也有一條相機帶 幸好你有一條相機帶 是啊 但是你不幸運沒有Wy Angle 沙漢算不算Wy Angle Full Frame來說也算是小降閣 但是ABSC機 喂 有沒有看Emily啊 我拍Vlog的嘛 沒有Outflow的 喂 龍之代言 我就好聽她說的 一見她見到一支沒有Outflow的圍桌 我就馬上衝去Plastic Photo買 拿回來啦 不如馬上開箱試一試 喂 話說回來 開著相機帶 什麼叫龍之代言 騰龍啊 我以為是龍友 哈哈哈哈 都是那些東西啦 唉 別這麼認真啦 攝影是我們的興趣來的 好厲害喔 開個盒子 要讓它慢慢放進去 好像是iPhone盒 不好意思 Cicca Gel 這些Pasic 是不是Pasic的 這些 一向我們不看這些東西 這麼大的盒子 這麼洗支鏡 這個棉聰明 什麼鏡都要用到 一雞幾尾 但是 一拿出來 丟開這些東西 一開這支鏡 全部都金屬 因為除了鏡頭蓋 這個鏡頭蓋是 什麼鏡頭蓋 好似的 真的 難道又是一個 暗卓 暗卓 放在一邊 這個 我真的有點驚喜 你猜老蛙那些嗎 老蛙都進步了 人家都是金屬的 所以 現在這個 真是 裏面那個Coding 做得很好 它是這個 用紋理再加上燒光 兩樣東西都加起來 所以就 誠意之作 雖然它是金屬 但是這些 這些好像是塑膠 因為它有個韻性的 我先放上去 如果那個用金屬 有Cic很花 那一下那個Lock 都蠻肯定的 其實 很膩 這個Logo 你向下擺 都不太明顯 沒有 整支鏡 這個 C Master 對 對 好似 圍爪 全部都是金屬的 它的圍爪是粒的 粒下去 Ambrose 就是Laser 打花之後 最油白色的 真的 高級 對 這個是Z-Month 嘩 這個不是賽斯 好似 真的 這支是大雜種 雜角加之大成 然後這裡的光圈 咦 D-cut了 可以不D-cut嗎 有什麼選擇 這個 對 去到Ot的位置 然後下面就Linear 嘩 13mm 真棒 1.4光圈 Aspirical 只可惜它不是一支副菲 你又知道它不會出 很厲害的 現在別人出來多 還要看我為金屬攝環之後 我們不用再給錢買那些什麼 Firmware Update Adapter 它本身已經有一個USB-C 這些就是設計 咦 這麼像騰龍 話實話 這支鏡在哪裏做的 當然是Made in sea for China 看看出世子 嘩 多濕土 Made in China 哪一支這麼小的 對 對 不過都拿了 放大看看 都有那些CE FCC的認證 嘩 這支東西真棒 這樣的價錢 只是外觀而言 即可客人 嘗試那個自動對焦 你沒有看過那些影片嗎 嘩 嘗試一下 扭上去的ZFCC 嘩 那個防水膠邊都很緊 嘩 嘩 樣子真的沒有什麼違和感 因為現在的新的ZMine 都這樣 嘩 用下這支鏡 當然要拍Vlog 嘩 嘩 眼睛 左右跳得很快 對 現在當然是理想的 我搶了 嘩 搶了 我不知道人嗎 可以了 嘩 好OK 真的原裝這樣 很重要 對 按左右 嘩 完美配合 原裝鏡 我開始有點懷疑 現在Nikon的鏡 有多少支是其他廠製的呢 現在都天下了 聽說 日後好像對不了焦 晚上應該對不了焦 Go 你聽誰說的 Emily 他設錯了設定 現在就是凌晨 我們 嘩 好暗 這裡 拍不拍到 做事做到停車場走 怎會拍不到 我這裡1.4光圈 但是為什麼不斷咬著你 搞錯 我先把自己 我像一個人 我戴了口罩之後 你不像一個人 你不像人 你認識路嗎 我們走吧 我們 嘩 是咬著你 你是人渣機 是人渣機 是人渣機 人渣機 人渣走開之後 我們就分了 喂 點4光圈 真是深宵 完全沒有問題 喂 但是 為什麼focus那麼重 沒有outflow 其實看看 你會不會設定 應該這麼說 太光了 點4光圈 over了 iPhone 走開 都跟大燈出來 嘩 有flare 有hairlight 我不下燈 拍不到 是啊 都要公平一點 說一句 之前人們用富士 可能會outflow 但是 現在正在用Nikon 沒問題 對 地料之后合理 AFF 咬著臉 我想iPhone都看到 不斷跨著我樣子 之後還要用左眼右眼任何教 真的誇張 1.4光圈是沒有問題 是啊 你真的是太光,真的太光 搞到它的ISO 立即非常大 不過幸好現在 NICOR 跳ISO 都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那些五角眼的東西 反而現在感覺上那個氣氛很不一樣 用相機拍一些街燈 即是出來的顯色度好像高一些 我帶那麼大的燈出來,我們很少認真 你帶了一支合適的鏡頭就ok了 即是不用帶了 这些留给请sir带,请sir要做Effect 那又不是的,我们也有,你看一打了,帥哥有多少 对吧,有个Banley 哇,整个YouTuber似的 又有银爪,又有银爪 喂,这枝正啊,这枝,无印良品 是呀,无印良品,交涉出品 是呀,很大枝啊,这枝 喂,正啊,这枝真是 好帮,真是好帮 卖多少钱啊? 是呀,卖多少钱啊? 呃,快上架了,大家都等下 那么长的,都比那些短的 你看看,你有没有见过 官堂是没有人的? 咦,有啊,有啊,有啊 那就是证明,呃,其实 就我们,是很夜 收工咯,那些人 放了工咯 是,呃,夜晚是比较亢奋的 是,呃,夜晚是比较亢奋的 是呀,那都拍完的 呃,其实呢,当这么远远的时候 都真的挺有现场感 呃,大枝去哪? 是,呃,是很容易失控 是,大家都感受到了,终于 哇,哇,好光 不行不行,iPhone 都嫌尼太光了 是,那一支灯很厉害 那我点四光圈,有点辛苦的 呃,其实用来拍车一流 这枝东西 即是like painting 那些是吗? 不是啦,你就这样摆上去做反光 哇,美得 真是的 拍人家的车,是吗? 不要啊,人家在夜晚 不想他知道他在那裡的 哈哈 其实很ok的,那边拍车 拍Ford的时候,就相反来的背景 就不用做那么多 或者是可以拍到一些街外的人 那但是,譬如现在我和嘉欧两个人 收回一点点光圈 哈哈 哇,不用deklick的 哇,好漂亮喔,真的 我一收回2.8,立刻两个大概勾回 甚至乎我要Colin 再收多一点点光圈 三个人 现在我去到5.6 6.3 那其实 失败了 但当然啦 夜晚了 又没什么街灯呢 就立刻去到25,600 ISO 又拉大一点点 其实 即是 即是 即是现在用Nikon 其实是没有一支歪镜 可以拍Ford的嘛 是啊,最好就这样摆光圈 现在是完全补完的 这件事是 是啊,而且这部是ZFC 是啊,其实个个都在说 那么多部相机 所以要拍Ford的最好呢 又有什么ZV30 其实我自己觉得是最好 因为 因为英俊 而且其实现在的价钱 简直是 史前插水的最低点 喂,我见到地心探险器 哈哈 去到4000多元 是啊 我记得第一部我们是过慢 刚刚它出车的时候 入手的时候是过慢的 是啊,瘋了 是啊 好像股票那样 几度入手 哇 喂,其实呢 这支镜子呢 是不是除了Nikon之外 还有富士mount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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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对焦不太好 那我们应该都试一试 其实如果去到这一间问题呢 我想不关照镜子的事 是关它对焦系统的事 就是 大师啊 是 如果Sony 你会不会考虑这支镜子呢 当然会 13mm 1.4光圈 没有的 Sony很多选择 喂,这支是非常好的效果 1.4光圈 是13mm 1.4光圈 关键是多少钱 3千多元 哇,值得买啊 是啊 做工非常扎实 很Sony 喂 柳光圈 刚才Joey示范了 真的很方便 你真的拍着来 柳光圈 是很方便的 工啊 不过我们 卖花 赚花香 很没公性力 不如大家都是看Emily 她都赚不住口 是啊 在她那里看 在我们那里买 是啊 個质核 酷 吴 不 freq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